我對不多說了 哈哈哈哈 那我們準備 準備我們的第一場 準備第一場 喔這個 如果他配合羅傑一個髮型欸 他直接把額頭露出來 露出來 對不對 他剛剛是有瀏海的吧 他們那邊是很熱是不是 我不知道 他應該是比台灣熱的啦 喔這個羅傑的樣子是不是 在 就是 蕭老司做的心理建設 你說他現在在聊天喔 對 還在聊天是不是 應該是吧 蕭老司要指導一下啊 畢竟就是蕭老司了對不對 不能幫他指導啊 只能幫他心理建設 現在很危險 最近很尷尬 新聞很多喔 小心小心小心 那這個 泰國人把這個 額頭露出來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有感覺 又更像豬肉 更像豬肉 豬肉這個造型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臉有點像豬肉 還是只是我這樣覺得 他感覺眼睛 眼睛比豬肉小一點點 喔對 豬肉還是比較帥啦 就是台灣人 OKOK 但我們只是說長得有點像 喔 而且他的 好算了 不要再評論他 阿羅傑 這邊 開始了 第一把 是不是蕭老司給他一些意見 拿出了死神獵 死神獵 直接留了兩張側翼射擊 留側翼的目標是 是 坦白講我不知道 嗯 有可能是 北俊或者是破木龍嗎 北俊 這這這這幾個比較像 欸 坦白講 為什麼要留翠翼啊 好奇怪喔 為什麼要留翠翼 翠翼要翠翼誰 是要去搶炒麵嗎 嗯 其實有拿到DK我覺得應該算是不錯 他 通常這個牧師要打到這種死神獵 有 有哪些牌是比較重要的 尖笑 尖笑 然後他有放 陳夢嗎 呃沒有 尖笑 卡巴 然後 DK其實也蠻重要 是 DK再來中後期啦 然後前期最好是 那有一點檯面 所以 目光飛龍 然後 乳蟲 都還不錯 但他也沒放乳蟲 好 抱歉他還多人帶控制木了 每個人都放的 差蠻多的 然後他還有多一個 66 對 這個對局很重要 他有放的 這邊拿到有蛋有前列者還要 另外一個蛋 應該選個蛋沒問題吧 這邊選蛋 這邊選蛋的話會不會很難開啊 他為什麼又變成這個 L坐姿 為什麼他又把那個 喔 思考的時候 前列者 思考的時候 所以L的頭髮 比較帥 哈哈哈哈 沒有 你幹嘛一直看不見他頭髮啊 我說L的頭髮比較帥 並沒有攻擊他的頭髮 對 然後這邊 牧師 可以丟個 飛龍吧 其實就少了龍啦 他也可以丟苦痛 然後打一個那個 正眼盾 我覺得也不錯 其實剛剛在想的是說 呃 如果有想到這個飛龍的話 會不會 選 蜘蛛炸彈好一點 還是他怕的是 呃 他要怕什麼 好像也還啊 蜘蛛炸彈也沒什麼要怕的啊 他有 他有想過飛龍可以用撤衣 喔呦 應該是這樣喔 騎血的飛龍 可以用撤衣 難道這對局 側翼是一個補傷害的關鍵 這樣 這我真的不知道啊 因為他是 後手剛好來兩張 然後兩張一起直接流 嗯 對 我以為會 要全力找那個帶 是 好這邊 新的北軍 又有要再撤衣一次嗎 沒有了 這邊直接咬掉 又變武功了 對我忘了 又變武功了 不怕你這個 呃 抽兩張 這邊可以先砍甲齒吧 如果 行有餘地的話 還是他想要貪一點 他要貪一點 偷過來 然後這一團還可以多抽 也不錯 抽起來 喔 這樣變成 他這個 有抽到牌喔 普通抽了至少兩張以上 蠻重要的 我覺得也可以北軍再繼續抽 如果他不想打李宋 嗯 就看可不可以找到尖銷 因為他現在這個手牌 只要再多一張尖銷 補到牌這樣的話 整個對他的節奏是挺好的 控制木最怕就斷牌 這一陣 這一場剛好 能抽的牌都有抽到 是 好這邊 牧師手牌 又一重雨 這邊進了一個 東優其是真的不錯 不過這個26又怎麼讓他 不讓別人偷 不讓牧師這邊偷走 嗯 這邊很難 這邊要想一下 也 也有另外一種方法 是你先把他開出來 被偷走就還好 呃 我要打側翼 主要是那個苦痛 你解決不了 很麻煩 因為要一直給他抽 撞掉 再咬 再咬 漂亮 再咬我真的沒想過 再咬的好處是 人家打尖銷 你可以那個 就拿有西瓜牌嗎 你可以直接動優 喔對 其實再咬好像是最好 喔好強喔 這手打真好 因為這手牌其實 看到 蠻空白的 但你直接咬掉 可以躲掉 卡巴 也不怕尖銷 因為你可以幸運必動優 剛剛直覺可能會往 側依那邊想 就在想要不要把自己的西瓜打開 打掉 對啊 然後這邊 要爆抽了嗎 這邊 這樣會不會 太多啊 是不怕啦 控制木不怕牌多啦 只是爆抽 這個 有解得很乾淨嗎 好像也還好 2 4 6 8 好啦 你就苦痛去撞吧 我覺得可以把2 3弓的解掉啦 真的被人家爆一張牌就算了 反正DK已經在手上了 也不怕被爆什麼 兩張 兩張接上也在手上 他要走一個優勢交換 這樣不然 不得不說 這樣其實有點奇怪 還是被爆一張 多打一張 就等於他 他先補了5滴血啦 差別大概在這 先補了5滴血 需要先補嗎 感覺好像不能先補欸 好奇怪喔 而且也沒有讓他爆牌的意思 我要解乾淨壓力給他 好厲害喔 這樣還不會爆到紅龍 就算剛剛被爆一張 也不會爆到紅龍 那這邊就打尖笑吧 還是他不想要給羅傑那麼多西瓜 打點尖笑吧 可是 其實 牧師的綠牌應該算 對不對 呃 練這邊綠牌應該算慢 所以說 他可能會一直 他可能一直抽到西瓜的機率 應該會比較低吧 有3張的話 就還是蠻容易有一張的啦 因為原本是沒西瓜吧 所以我覺得還好 好 再尖笑 你這樣總不可能再抽到了吧 因為我覺得這邊就直接在打尖笑 我覺得這邊不要怕 你沒有更好的目標了吧 還是他怕尖笑完突然魔爆龍蛋那一套又回來 可是你有一個DK在 其實你不怕魔爆龍 對 你反而怕 你這邊DK這個東優出來的東西 你處理不好 然後他真的神進西瓜 你又難打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就是 眼不見為鏡 再打上尖笑 那羅傑是有特化 封合最終者 所以如果他真的在封合再找到東優 那也沒辦法 不然你這個手牌 你是可以考慮噴紅龍或什麼 可是這樣子你是有可能被一回殺 其實我剛剛稍微看一下 他還有兩張蜘蛛人 所以我沒看到 蜘蛛人會不會照 在 他當羅傑不會有第三波 嘖 剛剛那邊蠻難的啦 我是覺得好像 既然尖笑又跑出來 可以再拿第一次 畢竟你有紅龍嘛 是 對啊 所以你傷害其實不用到那麼多 他也不太能補血啊 除非 他賴皮嘛 對 嘖 感覺是可以再拿尖笑 防身啦 就是因為這個對局算是 你在這個bow裡面 最重要 最好跑的 所以我會比較希望可以 打穩一點 然後這邊拿到是 潛獵者西瓜跟蜘蛛人 他選正報的話 他可能是想要直接拼紅龍 然後死五滴 也沒問題 其實也沒問題 我想剛剛 剛剛 不三加三的選擇是為什麼 羅傑嗎 對啊 副三加三是什麼意思 你說生那個蛋喔 對啊 先笑了 不好啊 好沒關係我們先看一下 他這個 他怎麼應對 羅傑有沒有辦法應對 有沒有那一張 賴皮 Oh my god 倒了 哇 我忘記他還有一張神聖之火在手上 所以其實他選正報是好的 對 對 Oh my god 沒有辦法 只有DK可以做 就是回甲補血的這種 Oh my god 死了 死了 剛剛沒看到這樣神聖火 如果先不行 今天當作不知道死了這樣子的話 他選擇西瓜咬掉然後再 他就結場了 他其實打死 就是這塔他能做的事嘛 Oh my god 人家的控制木 就這樣跑掉了嗎 就這樣跑掉了嗎 欸 他用西瓜跟那個吧 跟前衛者就撞了 剛剛好 OKOK 這樣會有四孝兒 對不對 喔 沒有喔 他用蛋喔 手術手術 應該是有吧 應該是有吧 只是 不知道變怎麼樣 吃五滴剛剛好 這場關鍵就在於 路斯抽了太多牌 優吃我們可知 六四六連這個對局都跟他 可是這樣看起來好像也沒有辦法仿他那個抽牌 沒辦法 對啊 他那邊多咬一個西瓜 我覺得已經打得很好 恩 好我們這邊恭喜我們的 7-2 然後第一勝是由牧師過關 差不多兩億韓幣 對 兩億韓幣在四月底等著他 好我們來跟大家第二場 來我們的賊 對上我們剛剛的食證店 好繼續拿著獵人 其實這樣變成我覺得 如果要復盤的話 應該要想一下為什麼 後手要留兩個側翼 不過其實這樣想想 側翼也是有解到他該解的東西 不是說一直卡在手上的 對嗎 沒有啊第二張很卡 還是說你只有第一張了 對啊你能換蛋的話不是更好嗎 如果能換到蛋什麼的感覺是更好 那他親王也是後來來的嘛 是 喔有蛋 沒有他本來就有蛋了 他本來就有蛋了 看一下有沒有觸發死生的 有 但他好像不太想撿 是這樣嗎 這個對局側翼真的有點強 還是他剛剛看錯 其實側翼也可以拿吧 側翼也可以拿吧 側翼也可以拿吧 可以啊 喔你要直接自己開蛋啊 沒有 他有兩種啊 就是你自己開蛋 或者是 你可以去解別人啊 他有兩種可以用的東西 可是你 夾翼應該只能做一遍吧 可是你還有那個啊 你那個 靈傷活在那不會不好啊 喔 而且人家有放那個耶 人家有放毛怪 我覺得是可以選側翼 可是你選的側翼就是 應該就是打在人家上面 沒有要打在自己過來 太虧了 好我們今天看到 有二費嗎 三費 那這樣三費會不會 跳先跳那個 三費的那個熊比較好一點 然後四費再開蛋 這樣會好嗎 嗯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就不用急著那個 是 看到 賊這個手牌 翻到吧 你有暴徒就翻到吧 喔 看我們兩個是有韓國人耶 喔 他要跳 OMG 他打個tempo嗎 這個是怎麼樣 我要想一下 他要把那個嗎 羅傑三費下的蛋 直接那個嗎 直接解掉嗎 可是 直接解掉 有比較好嗎 嗯 啊什麼金門棍 嗯 解掉比較好嗎 我不知道啊 不然我想不到有什麼理由 要跳暴徒啊 然後 他該不會也沒解吧 應該是沒解吧 嗯 嗯 跳出暴徒 有必要嗎 嗯 OMG 多搶這4滴血 怎麼可能多搶這4滴血啊 在幹嘛啊 為什麼要跳 為什麼要跳暴徒啊 好怪喔 為什麼 其實那個水晶利用在賊裡面 應該是 算蠻重要的一環吧 對啊 為什麼要跳暴徒 翻到會不好嗎 嗯 如果你剛跳暴徒 那你這邊又進 悶棍 那理論上 你應該要把蛋打開 把魔暴徒悶回去啊 比較符合你前一回的 跳暴徒的打法 那現在這樣 現在這樣怎麼搞好 怎麼變這麼奇怪 乖乖的 這樣子你乾脆 唱個Rap好了啦 倍是說唱人 有可能解個33跟55嘛 有一個55在檯面上 有一個55在檯面上 到底不就不要了 覺得也還行 感覺好像 啊 挺好的啊 嗯 這樣子 整列了很多 喔 你要這樣也可以 倍次還是打吧 倍次還是打吧 倍次打吧 倍次打吧 馬上 不會吧 可是我在想要不要 想 想較威護是因為 反正都是被優勢教養 你搞不好可以找個軍器 或暗炸化之類的 喔 喔 打打這麼兇 其實 也沒有到不對 他也不好 烈 烈你不好解 所以報徒吧 是沒錯可是 人家是不是可以比你更兇 呵呵呵 我不知道 不過你是獵人這邊 你應該會想辦法說 這看起來好像有點兇的 應該把他截掉吧 不太習慣這個賊 應該要怎麼打才是對的 但確實羅傑是會跟他話題的 他這麼厲害喔 他直接當作很 OMG 我在想羅傑怎麼笑了一下 原來是這個意思 USB 哇他這個 他這個好像有點強耶 他這個手牌 呃 1加4吧 唱RAP就好了吧 還是他 他直接幹大事了 這麼牛逼 他這個也幹大事啊 是可以 但 應該不會這樣打吧 哈哈 他要直接暗閃螢火出來 再丟螢火兩個雞蛋糕 超大飯顆禮服這樣 這樣 那就不撿那個五一了嗎 我剛剛在想 他可以用悶棍啊 對啊 他要打成這樣嗎 他要打這麼兇嗎 好像也不是不行喔 好我覺得你就打這麼兇好了 螢火打頭 把螢火收回來 悶棍五一 然後丟兩個雞蛋糕 飯顆禮服 巴巴 好 既然你前面都這麼兇了 你這邊就兇到底 他前面也沒有阿 因為也可能我的打法太控制了 裡面想要跟那個 羅傑換那個魔暴龍 你慫了 不是吧 沒有 因為悶棍是 我會想要留給那個啦 我會想要留給熊嘛 所以我會想要打 那個雞蛋糕跟 揮霍 找兩張牌 這邊再下一個蛋 好像7滴 羅傑在那邊倒好像12滴 阿羅傑怎麼搞成這樣 阿羅傑怎麼搞成這樣 哇這個12滴 其實好像有點關鍵 這邊怎麼搞成這樣 怎麼變成好像打頭不太對 不打頭也不對 你說賊這邊嗎 對啊 跟別人打不打頭 好像都怪怪的 不過應該來 正確來講應該 阿還是會 往連打吧 往連打你就趕快唱 唱Rap啊 趕快唱Rap啊 看一下還有什麼 這個賊是沒有帶水手的 然後有一張毒藥 然後有一張毒藥 我選擇悶棍 那這樣子 如果等一下有熊怎麼辦 還是他不管了 我還在想 我還在看他表演 不過 我感覺 我感覺 會抽到熊嗎 其實這邊抽到熊 好像也不是最好的 他手藥太嘎了 唉唷 隨便亂 這樣 我在想如果抽 有沒有比熊更好的 好像也沒有 因為側翼 打完還是有 8傷在場上 這邊很難 這邊很難 太卡了 那個6888 在手上 真的太卡了 他不知道要解誰 好啦 給他那個 蜘蛛一點尊重好了 給你多吃一滴血 對不對 你斷這個大象 還是要貪打點 只撞一個雞蛋糕 這樣被吃4滴 喔沒有 這樣炸雞就死了 應該還是要解那個 炸雞就死了 沒辦法 如果解夭夭頭 這邊的話 這邊 你還可以 還可以不唱Rap喔 要唱了吧 到底 哇 豬肉你到底多討厭恢復 你到底多討厭恢復 你到底多討厭恢復 啦 我直接交到豬肉 真的很像喔 我是覺得蠻像 那這樣子的話應該 還是會用臉接吧 這邊 用臉接什麼意思 用臉 你會用螢火去撞那個熊 還是用臉接 欸不不不 不是6血 對啊9血啊 就大象跟那個啊 那這樣應該討厭是說 這個暗閃 應該就留以炸雞沒錯了吧 也不一定 我覺得可以留著 但是要留給誰 可以再想一下 就撞完之後 兩 武器跟小螢火去打他臉 其實以死神獵現在的狀況來講 我覺得搞不好 直接暗閃那個 放個禮物最後 對不對你看 很像暗閃再回來 喔唷 喔 蘇柔你怎麼突然變厲害了 你是不是講太大聲了 你都要聽得到 因為神聖獵不會有那個 烈印記 有沒有 怎麼突然覺得 暗閃給半顆禮物 強了離譜 哇 哇 又先讓兩把 OMG 齁齁齁齁 不過他那個前面對於這個 這個賊的那個 掌控 他那邊打臉打得好兇猛 感覺好像對 很往臉走嗎 對對對 只是幸運B3 我覺得還是太奇怪了 幸運B3 難道幸運B3 就 幸運B3 不知道還是沒辦法理解 應該 正我理來講不會是那樣打 那樣子 因為最後其實你也看 他也不差那4滴 對啊 其他也不差那4滴 唯一的理解 有一個人就是 我們前面講的可能就是 他想打 打快一點嗎 沒有啊 所以我就說最後不差那4滴 所以他也不用打那麼快 他可以反而可以下一回合拔到直接 就暴徒也是4-4 是 你還沒砍到4星 你有可能要把這黑群星出去 呃 也沒有 很常是 你砍了也不會贏 或是砍了也還是贏 是 比較很常是這樣 OMG 又有一個巨人了 後手巨人 黑騎士又來了 好 羅傑已經陷入了一個 想睡覺的模式 好 啊不是常考啊 欸我不知道 欸對啊 他怎麼突然有一個電競椅啊 嗯 我剛剛有發現 不過 這個牌子我們不能講 是不是 這樣不要 因為 對嘛 對啊 就像我們不能拿這個 好 然後 他怎麼突然有電競椅 欸 好奇怪 我現在問他 這邊繼續抽 居然丟出來 不過現在真的是大爺 欸 那東西想換就換 欸 好過癮啊 哇這個東西要握頭 這個 只有蛋 好像 不太夠力啊 如果這邊巨人的話 這邊一定是壓巨人的啦 還是你這邊要 哇 幸運必破法者 這麼牛 不會吧 你這邊有巨人 不丟巨人 不要鬧了啦 這邊幸運必破法者 幸運破法者 有點猛 幸運必破法者是 只會有一種狀況是好的欸 其他狀況都是差的欸 你要當作對面是3跟1欸 OH MY GOD OH MY GOD 我直接點點頭 嗯 難道我會抽到的是 側翼攻擊嗎 馬上把節奏拿回來 欸 有一個蛋 怎麼把它這樣 直接叫出來 哇 躲過巨人了 怎麼就這樣躲過了 奇怪 怎麼變這樣 哈哈哈哈 哇這邊 還是可以出巨人 不過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這個蛋應該還是要解掉 因為它可能會解掉 還是就是不解了 不知道欸 嗯 還是留著它有可能會當作 褻毒的素材嗎 褻毒的素材嗎 對啊 感覺好像不要寫比較好 它有個3在那 嗯? 哇 哇這個 這個熊好像抽下去 只剩3三或3四喔 不過tempo來講的話 應該還是要先出熊 533 533 OMG 這個熊 不過熊這樣也是OK的 然後這邊是 稍微這個 戳它一下 這樣子 對面沒解這個熊 你可能進個西瓜 也不錯嘛 對面丟這個熊 沒什麼問題 然後黑騎士丟不出來了 因為把西瓜 打掉 拿去沉默那個大人 不知道啦 但 3分的人不下巨人 下巨人最虧的就是 人家 蜘蛛炸彈 3加1 可是這樣其實對面 場攻你才2 你再丟破法者 也沒有不行 而且 如果是 蜘蛛炸彈的話 它應該 就比較像抽的 它比較像流的 它最後面就拍了 喔 對那個是還好啊 那就是看你方來一點吧 只是我覺得 你後手 我是不是3費 不下去的 真的有點難 只有對到 留兩張的 主任內幕 或是 控制內幕才可能會考慮不丟 哇 蛋可以動啦 可是好像還是差一弓欸 哇 加起來加武器 換不掉這個魔胎 可是還是要做吧 它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出了 是 可以 考慮 不換嗎 沒有吧 就是 也可以換左邊兩隻啊 對啊 就拿五一換二次嘛 嗯 換左邊兩隻也是不錯的 而且 對面如果要打地獄烈焰 讓他的八弓踢到頭 他的居然會剩一血 你的那個 射擊工具可以把它換掉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而且你 把這些清一清 它還不好卸 好 什麼是 廢龍 嗯 感覺還行 這陣這樣打 挺好的 哇 登登登登登 豬肉也先入常烤 這台面真的是不好講 那要 感覺可能要丟法術十嗎 也不對啊 補血嗎 嗯 這邊真的是 頭有點痛 在想 褻瀆的話 也沒辦法錯一血嘛 嗯 那就補飛 呃 下飛龍或是補巨人 然後撞掉一二就好了 嘖 感覺 不然你就直接砸一個路吧 也可以啊 就你一定會掉節奏啦 看起來 你要嘛是保場面然後 掉血量 不然就是掉節奏 保血量 嗯 好 確定是 這個 所以他就是保場面 掉血量 因為人家那個也忘了通常提 可是不會這樣想想想 如果要撞的話 好像差不多算了 什麼意思 他只能撞一二啊 嗯 我就只能撞一二 所以我剛剛想想是 是要補巨人血好呢 還是直接防止砸掉 不會這樣想想 對啊就是那個啊 保場面掉血量 或是那個啊 保血量掉場面啊 嗯 但是 你現在的血量掉的話 你是可以觸發477的啊 所以他選擇這樣 我覺得還行啊 沒有人不好 嗯 嗯 其實我先 手牌 慢慢 到後面就騙尷尬 而且 沒有抽牌手段 再加上 質量 只能靠 後面的東優 或者是DK 才能慢慢的把一些 東西打回來 不然 就覺得這樣 嗯 那是死神戀版 其實他還好 他只要大生物有站到場 打個一兩下 那個 其實是不是不好扛 嗯 你看他現在這些物血這樣 包掛在這 不是很好處理耶 這一層又是 那個 偶數數比較弱的回合 他只能大兩張牌 你看他這邊 巨人可能就 等一下去換了 那他居然換了之後 他丟一個嘲諷 他馬上上面那個 就可以把嘲諷裝掉 其實他下一層可以補兩次血啦 比較少 怕就怕安的這一波 然後這個對局 有沒有賴皮 其實也蠻重要的 嗯 因為賴皮也等於是 你的那個大怪資源嘛 嗯 對啊 羅傑現在目前是 其實是偏烈士啦 因為樓下剛好兩個法術 但是沒有 我剛剛這樣想想好像 閃出477了吧 他這層比較爛啊 沒辦法 他如果不出477的話 就是砸一顆石頭 就這樣 他可以不出477 他可以抽一張砸一顆石頭 可是是一些的話 他的 不用抽一張抱歉 沒有會被丟 怎樣 如果出47他的 巨人是有可能 有肌肉活下來的 就我們先把上面的那個 蓋住的話 然後裝一隻啊 我的巨人是有可能活下來的 喔 欸 好 他 如果有側翼怎麼辦 哇你要打2 你不打頭欸 不是有側翼怎麼辦 就是 你要打2 你不打頭 好 就這個 我覺得是貪一半欸 我這個 我猜他全部往頭上打 應該是往頭上打 剩三滴 26滴血 我到底要怕你什麼 好奇怪為什麼你那個 八八 87要撞 哇87撞個青王 變87欸 哈哈哈 oh my god 直接變87 只能補了吧 他要兩顆法術石啦 其實還不錯 哇 兩顆法術石救了他欸 讓他這個 優勢沒有被那個 沒有被懲罰掉 你看羅傑很晃 這兩顆法術石 有點 有點兇 還被對死 再把他打回來 再來衝我一次 是 射狐滴血 oh my god 應該是中掉 巫妖王了吧 2 4 6 8 9 巫妖王吧 也不用抽牌了 欸 還是他想要 假日弄 也不是不行啦 但你都不會胖 這個 這個我是不敢溜 喔他叫熱怒 喔他叫熱怒 沒有啊 等一下他在賭血 他怕巫妖王被那個 被秀一波 對不對 你說炸彈嗎 對啊 怕被秀一波對不對 喔 要不要先追蹤 還是 不追了 直接4加6 不追4加6吧 喔這是66欸 舒服喔 oh my god 他好強喔 他這怎麼還可以抽巨人 oh my god 有點猛欸 豬肉 然後 我猜他應該裹得什麼牌吧 看他前面對於血量這個 愛惜的程度 因為確實這邊抽牌 可能也沒有比較好的目標啦 因為你巨人也只變是非嘛 你沒有辦法再配一個 成破法之類的事啊 或什麼的 還是 架巨人呢 對啊 就架巨人啊 就架巨人啊 然後 49 都在後面 這非常都在後面 你要架單邊喔 你要架單邊 乾脆溜腰啊 可是這樣子如果 炸彈的話 有可能機會炸彈就是不錯 對啊 可是還是可以架雙邊啊 為什麼架雙邊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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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架單邊 就架 架雙邊 就變成說我可能會 你說說他可以炸彈去撞那個 4閃對不對 他可能 炸彈撞4閃 因為他有dub過嗎 好 可以理解 沒問題 喔 這邊 這一個 架死嗎 前列者 OMG 前列者來了 好像可以 了解了 我的天 這個孝兒 這西瓜是五公 所以 一隻孝兒跟一個西瓜 可以解掉八八嘲諷 全清了 我們這個 Sylverreview 這邊是沒有帶到 欸 還有一個破法者 還有一張 應該沒有嘛 因為這盒的西瓜就會打開了 對啊 可是 後面的話 如果你要剪那個 西瓜 還是要有破法者 比較好一點 應該是沒有那麼後面的 欸 為什麼啊 這邊 奇怪 我剛剛記錯他的檯面了嗎 為什麼不拿前列者 發生什麼事了 這邊怎麼搞成這樣 還是他有辦法直接贏了嗎 喔 他拿生意 欸 還是說他 他想解這個巨人嗎 他要打頭 這樣可以打到頭 有嗎 欸 啊 打錯了 怎麼會這樣 喔 他想要踢到頭 是不是 因為如果我去吃孝兒的話 檯面比較厲害 但是那一盒是打不到頭的 對 那盒會打到 可是你的檯面 會厲害很多欸 老實講 檯面會怎樣 會厲害 會厲害很多 呃 就很多三六嘛 跟一個四六 我在想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你兩個要撞掉 那就是很多三六 所以好像也沒有到很多三六 兩個三六 其實比這樣厲害一點點而已 沒有到特別厲害 抽到的是 奶油 應該是六六奶油 好傷喔 剛剛有打到那個 就贏了 就贏了 不過他 確實啊 他剛剛那個最終 按開來之後 他有在想另外一條路 嗯 只是他沒有走到那條路的最後 高等也是沒踢到頭 哇 好可惜喔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他找到這樣補血 不過這效果是 目前解不掉 我覺得頭痛的東西啦 因為他原本頭已經破了 喔對阿不是找到這樣補血啦 這個也是可以解效果 挺好的 欸原本效果不會扣血 現在被解了 不過他剩3D喔 他好像 只剩 釀故人都沒了嘛 只剩那個 那個什麼 DK了 是不是啊 這也沒人忘了 怎麼會這樣呢 不過剛剛他是5加3 一個笑耳跟一個 欸不對 其實他好像會變好多隻36 3隻36吧 但是踢不到頭 他剛剛想踢頭 結果搞成這樣 有點可惜 那我應該還是會做西瓜 跟潛獵者 感覺是隻笑耳 喔 他比較好一點 他選擇補血 丟一個草率 補血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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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想到 蠻厲害的 可是 你換一個想法 一排36 比較差嗎 他原本是一個47 咬掉前列會變成5744 兩個36 然後57跟一個36撞掉巨人 又跑出了兩個36 所以還有三個36跟一個44 然後有一個36可以去解一隻三血的怪 然後這個可以去打日怒 所以你檯面會變成 至少是10攻 然後還是12血 然後對面場是全空 我覺得好像也還行 感覺好像還是比車翼好一點 因為 剛剛打到那邊你也沒牌了 感覺場面還是強一點 會好一點 不太確定 因為他可能覺得 對面沒補血了 只剩DK 所以提示點 可能比較好 他應該也猶豫很久 喔這邊 這個術士留了一個軟泥 是喔 想打前期嗎 呃 打得痛 他留一個軟泥 先手留一個二費 喔先手留一個二費還行啊 打得痛啊 反正都會有巨人 沒有啦 看一下 留個軟泥其實沒問題啦 OK 留個軟泥其實沒問題 後手才會全力找巨人 是 那我們就要三倍給下一隻 過來然後再抽一張牌 二三二 丟出來 嗯 是 要解嗎 沒事 是 忍一時風平浪靜嗎 不要 不想扣錢 那是非 恭喜你又看到 山領巨人 今天播他到現在 每一把 都是準時巨人 禁不清啞 衣服意外 永不缺席 基本上是非 人家會玩一下天真劑 你就知道巨人要出來了 好 那秀一波 真言盾 找一張死 給他看 來 有沒有 再給你一張 我們還是再打一張真言盾 其實這樣也行啦 好危險 這樣 這樣飛龍 這樣還是 對面還是要防那個 那個叫什麼 基地恐慌 不會危險啦 就16D而已嘛 不過這飛龍下去是 49吧 40吧 40嗎 對啊 40 沒有 反正你只要下飛龍 就是那個 就是會被五五解光 看一下 除非他有第二張巨人 他要下了嗎 OMG 他要下 為什麼 為什麼 OMG 根本 蹦蹦 喔 我沒死欸 喔對 他12D了 喔 12D 喔 對 飛龍只會中兩下 抱歉 來 再一步 喔 我這樣可能要 等一下可能就要直接送進去 如果他是沒有抽到的話 我覺得好像都可以丟一丟啦 反正 被尖笑 你也還可以再抽牌嗎 嗯 我一直想 8加4 等於12 怎麼搞的 沒事沒事 沒事 直接緊張掉 我這樣子就把 問題也丟回去這邊 抽到 OK 有可能直接下6吧 抽一張牌 抽一張牌 然後下6 沒事 對阿 丟665阿 我在想 是不是不要抽 因為這樣下不了巫妖王 會爆牌阿 看他怎麼行 然後起碼也可以阿 好 抽到 知道嗎 沒有 不會寫 手上 爆發是10滴 那你這邊要不要防DK 這手牌有點兇 好像可以不用防 這手牌好像可以不用防 要補血嗎 沒有 還有另外一個是你要防9 因為 23在場上 有可能被9一回殺 對阿 所以 那應該就是先 先加戰馬比較快吧 蛤 不是阿 你下一陣子就死啦 你加戰馬打頭 他上面有那個你就死啦 你有可能就死了 喔 對阿 所以你要換怪 那你就不能戰馬 那補血我覺得也沒差 我覺得另外的想法 我覺得可能是破法23 搞不好還比較好 就 就是防那個 一手9 哇他要打DK 然後補怪吧 要補臉嗎 因為我覺得補臉好像 可是17滴又不一樣 20滴跟24滴我覺得好像沒差太多 還是20滴也是一個界線 這個有點難 羅傑搖了搖頭 嘆了一口氣 還沒還沒輸還沒輸 先下回去 再來再來 再來再來 還沒輸還沒輸 欸 可是他 可是他進酒也沒贏 兩個光輝都 都出來了嗎 你決光輝阿 你決光輝 他沒有傷害嗎 他是打怪怪的 這樣不是 沒有他不會他找不到那個 找不到惡 都錯了是不是 對啊都是金的 就來了 可是撐不過這一回合了 對阿 我剛剛想的是說 So sad 綺麗有沒有 漂亮 怎麼有頂住了 Oh my god 他就是那個男人 Oh my god 啊死了 好可惜喔 燒一下 怎麼那麼能頂 這一回合有頂住 好像完全不一樣欸 嗯 有點可惜 好那我們恭喜 這個 Silver Reel的 拿到多少 兩百萬韓幣 兩百萬韓幣 沒事沒事沒事 羅傑拿到一百萬韓幣 羅傑這個 其實也是挺過癮的 其實我覺得也是挺過癮的 蠻多的 然後我們的小潮 跟我們的let's over都是 五十萬韓幣 五十萬韓幣 呃 如果大家想要 換算成台幣是多少的話 上幣第一次查 哈哈哈哈 喔懶得算了 OKOKOK 好那 剛剛那一隻